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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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敬業的鴨子穿梭在稻田中央 這不是養鴨人家 這是年輕農夫蔡虹俊 打造無毒農業最得力的助手 他們會在這裡面去找寵 然後還有有些 他可能會在葉子上 然後鴨肉的翅膀會拍 拍的時候就會掉下來 那一樣他會再吃 今年31歲的蔡虹俊 原在部隊裡當軍人 但覺得軍旅生活與世隔絕 毅然決然與妻子回到雲林大皮 自己當起駕槓的農夫 原本從事需要噴灑大量農藥的傳統農業 因緣際會下決定轉換為 對人體無害的無毒農業 我使用就是去噴農藥那兩個月 覺得說真的是很搖頭 那這樣子我的小孩 搞不好營養午餐都不是那麼的健康 在這麼多疑慮之下 那你何不自己種出一個 你自己也非常非常相信說 這東西是非常健康的問題 因為與妻子都不是務農出生 所以農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必須靠自己去摸索 從傳統農業轉換為無毒農業 遇到不少老農民的質疑跟績效 反正就是只要過去的都會覺得 你這樣做是非常不好的 除了白天夏田務農外 蔡宏俊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魔術師 他是常利用晚上的時間 到鄰近的虎尾科技大學 以魔術社的社員互相切磋魔術技巧 教學相掌是同學們學習的榜樣 他有時候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很多他的一些社會經驗 他是一個很尊敬 但是卻又是很親密的一位朋友 個性獨立 不願被傳統羈絆的蔡宏俊 努力朝著目標前進 將原本對人體有害的農產品 就像變魔術一樣 變成了對人體無害的無毒道作 很有自己的主見 他不想要被別人牽著筆符球 村莊裡面我就是異類啊 你現在做的就是別人不願意做的場所 那我現在就是要讓他們恢復到別人的狀態 所以算是... 謝謝